你是否曾经见过这种神奇的植物 它的名字叫做天东 也被称为天门东 它的叶子细长如针 十分独特 而它的根部更是宝藏 可以用来泡茶 煲汤 泡酒等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颗珍贵的植物 看 这就是天东的果实 看起来就像我们常吃的小红薯 我们可以将新鲜的天东用来泡茶 或者将其包皮后晒干 就可以用来泡酒了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更加特别的口味 还可以加入一些高粱米 制作出美味的天东高粱酒 野生天东的价值非常高 它不仅是一种美丽的观赏植物 还可以作为中药材使用 如果你在家乡发现了这种植物 不妨将它珍惜的种植在庭院中 也可以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 赶快行动起来 寻找你身边的野生天东吧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分享经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探讨 这个神奇的植物 也有很多原因 也有很多东西 也有很多东西 我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探论区 也有很多东西 我也有很多东西 我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探论区